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参加我们每周的教育夜现场 我是Enlightings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有些新家长可能不了解Enlightings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同时又能够收获理想大学的录取 我们的一站式服务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规划、AP Honor私教课程、SAT、ACT考试培训 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东湾、半岛和Sacramento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我们坚信成长和进步才是教育的本质 我们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提到大学申请指导 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SAT的修改和Polish 但是如何精准定位选校才是成功的第一步 今天我们就欢迎Enlightings的创始人 兼首席职业规划师Ben老师 来给我们讲一讲College List该怎么选 有哪些因素需要考量 欢迎Ben老师 感谢大家参加我们每周的教育夜现场 从这礼拜开始我们还是每周六 我们尽量保持这个时间 不管人员有什么别的原因 或者是时间冲动 我们会安排别的人来讲 但是一定保持每周六晚八点 希望家长记住 新的家长如果您之后听完我们的讲 都觉得有所收获的话 欢迎您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每周都有干货分享 群里面基本上只有我们的干货文章 还有讲座信息 没有其他东西 然后对于已经参加我们讲座群的家长 有些事稍微声明一下 因为有些家长单独给我们群主 Ali私信 就说能不能发一些就是投票 或者相关的话 我们这边还是保持群规 因为我们说规则制定者 我们必须得服从规定 我知道大家非常热衷政治 就是希望能够替亚异发声 我觉得就是这个转发 还是说通过灵力群的操作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公益群 大家很多家长都不认识 保持这么久的年轻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希望大家谅解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 首先问大家一点 为什么去大学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和别人的区别 我们基本上都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呢 你如果不知道要去哪 那你努力是没有用的 你的方向只是让你去了一个 你不想去的地方 所以大家考虑一下 为什么大学 因为我们群里边家长 收入教育背景 家庭出身都不一样 收入低不代表不幸福 为什么 起步可能很低 对吧 有的人收入很高 可能会很悲 会悲伤 为什么呢 他过去可能是billionaire 结果经历圈 millionaire他就受不了了 对吧 所以说每个人都是很复杂的 所以我们特别不喜欢那种 非西纪白的 就是你好学生就学好学校 差别人就不小学校 完全不是 人的复杂性 在教育方面体现的特别的充分 这个图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马斯洛的这个 1943年一个理论 就是说那个马斯洛的五层 人的需求 这很有意思 他把这个人的需求给分成五类 这最大贡献 后来学界了 对他的抨击特别大 因为他这个排 这个ranking是有问题的 任何图案肯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是主观的 你没法问这个人 你幸福吗 一到五来给我打分吧 大家对幸福理解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这个图打仔细看 他唯一的优势 大家不要看这个 这个这个道金子塔 金子塔 你要看他整个的评分 他分级分特别好 你举个例子 最底层的 食物安全的需求 对吧 这是正常的 你读大学 你是不是要去 要基本养活自己 对吧 我们之前有个家长分享 他三个孩子 每个人准备一套房子 不大 再往去 好多年前投资了 就希望孩子将来 可以追逐梦想 将来有一天 就再到沃尔玛上班 才能 才能养活自己 这种家长 我觉得就挺伟大的 你这样培养大的孩子 不会是富二代 不会是败家子 他们会努力追逐 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且他们会感恩 所以说不是鼓励 每个家都买房 现在房价不是以前的房价 我就说 底下两层 是非常刚需的 这个是所有人逃避不了 然后love belonging 还有上面这三个 我个人认为 这三个是没有区别的 为什么呢 大家没事的时候 上YouTube video 看一看 兴奋是什么 全世界最长的research 是在哈佛的 他做了75年 这个research 那个leader教授 都换了三本人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 这个有的人就过去世了 对吧 然后75年 他追踪哈佛的 好多学生 一些数据做调研 做一些interview 做一些panel group 然后他会发现 从他们入学 到他们到最后退休 有的人就去世 就这这么多年来 他们经历都会发现 最重要就一点 就是这里边的第三条 love and belonging 亲情 友情 这种人和人感情的 这种牵挂和那个 和那个联系 是人幸福的一个 关键原因 就是这个钱和别的东西 可能都有两面性 包括你说 你说别的地方 可能现在这个人 有缺陷 或者怎么着 就是幸福不幸福 但是这个75年的research 结果就一个 就这个人特别是到 中老年 到他年轻之后 他年轻时候 可能不注意 一旦有了家庭之后 对感情的依赖 非常的重 包括那些就单身 他们对亲爱的依赖 非常大 所以说家长 就是说 我觉得要综合 千万不要被 随便被一个人定义 什么叫幸福 对吧 有的人可能会鼓吹 你做一个billionaire 你会幸福 我觉得美国长大的孩子 他这点 甚至比很多移民 美国的中国家长要强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要什么 他们从小的教育体系 相对是自我教育 就是说 尊重个人的感受 老是以鼓励为主 然后他们 比较重视自我表达 所以这种 基于这种教育框架 这种孩子的话 他会产生一种 和家长相背斥的 在座的家长们 你们来美国的时候 根本不是看排名 没有那么多钱来读书 大部分都是工费 或者是拿奖学金 对吧 什么学校读 你们是先从底层 慢慢打上来的 所以这个framework 对你们影响特别大 因为这个在中国特别流行 而在中国的话 是没有太多这种 独立思考的空间 那怎么定义幸福 对吧 大家不到人生中 中后段是没法去思考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家长 一定要有这点 你在选大学的时候 包括将来孩子 就业各方面 你一定要考虑一点 就是这个 你追求的是什么 你大学是给你带的什么 我们再回到本质 最基本的 为什么我们自称自己 是一波这个现实的 理想主义教育者 因为我们不是光谈理想 你不能光出去幸福 你不吃饭 特别在湾区 生活生活这么高 湾区对中产的定义 它区间比较大 6万5 至少是19年的数据 6万5到19万5 就这个区间 它都因为都是中产 因为湾区的区间比较大 有地方可能是房价比较低 对吧 有地方买房比较走 那你这个收入的话 也可能过 对吧 看你的诉求 你要再跑的话 19万多可能都不太过 因为你补习班的钱 可能就不够 对吧 这个数据呢 直到5月份 6、7月份没出 网上能找到就那么多了 就是COVID-19之前呢 就川普非常骄傲的 就说你看 我创到历史上最低的 这个就业率 这确实值得称赞 不管数据怎么统计的 然后你看 7月份这个数据 多么的低 即使是高中没毕业 7.2%的这个失业率 你知道中国数据率多高吗 你知道印度失业率多高吗 没有人统计 因为大学毕业 自动安排你就业 还有那个就是一些工作 你只要不要失 你就是就业 所以我觉得 再来看看 这次疫情非常严重 5月份当然有点好的 6、7月份可是反弹 虽然数据有反弹 但是你看看现实情况 1929年大萧条 美国历史上经济最差的一次 它实际上都没有这次很 这次非常的很 你不要看股市 股市里边科技股的暴涨 让大家蒙蔽了双眼 为什么 因为发钱了 企业有钱 现在老多在炒股的 和中国股市一样 它现在是热钱 因为现在这个 Liquidity比较 充足在市场上 流动性比较强 而不是说它尸体真那么强 因为说实话 确实是很多尸体经济 转到网上了 你看那个Facebook Amazon Netflix 任何互联网这边的工作 都赚得perman包满 包括那个拼得多国内的 那个老板80人 80年的这个出生的 现在已经是中国第二首富了 自降身家变成第五了 对吧 在中国的话 人怕出名就怕壮 对吧 所以它也是互联网企业 因为拼得多 就一下起来了 大家没有钱的话 就去拼得多买 够便宜 过去18年 美国教育部的一个统计 这个最直观 这个说多少都没有用 大家看一下 学历和收入和那个失业率 非常稳定的曲线 这个呢 我觉得就代表一个国家的 这个健康程度 美国很多问题啊 防疫不利啊 这个政府支撑率都不够 两边扯皮 但是有一点啊 美国的教育投资合法是最高的 家长一定要看哈 当你在Question 为什么你要去多大学的时候 你就看这个情况 你如果希望孩子将来 能有个工作 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 很多工作低端工作被取代 实体工作 被那些 家长可能又说AI啊 对吧 又说那个什么 半人工智能给你取代 那大家看看 谁先失业 一定是那些没有技术含量 那就是高中毕业那些 或者甚至更低的 完全还好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大家看看 Bachelor和Master Degree 你看到没有 看两个曲线是重合的 就说Master Bachelor 区别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个数据很大 是全美国所有就业 这个人的一个统计啊 所以这个数据的话 相对会比较generalize一点 一会我们要具体图 告诉你专业对这个区别啊 综合上面讲的啊 那你要追求最基本的幸福 你要保证自己的这个孩子 对吧 父母 将来有钱可以看病 可以吃得想吃东西 偶尔还能去旅游 那调整更好的就更多说 那带着父母和孩子 去周游世界 或者你如果单身的话 你和自己这个小孩去转也行 就无所谓 但是有几点啊 是我们团队总结的三点啊 我们认为啊 美好的人生来自三个方面 啊 你要有自知之明 这个是我们比较自豪 我们比较擅长帮学生完成的 很多学生和家长啊 高学历 他什么都知道 学校数据的话 门清 那个学校的Navis的查的门清 但他忽略了他孩子 他孩子什么特点 他只用他的分数来定义的孩子 这问题非常大啊 他说那孩子啊 什么俩币啊 就这个东西 然后说的时候 感觉他都不太好 后来我就想 这挺好啊 定位一定要那么高吧 就是我们自己有个统计啊 每年能去腾校的人啊 百分之一啊 就是应届里边啊 每年应届 美国进入全四 就是四年制大学这帮人 我们不算设计大学 我们不算没有盛世大学的 我们也不算还能抓换的 我们做了一个比例 每年腾校能路人 除于读四年大学的人 百分之一都不到 弯曲的话 就算比例再高 能够超百分之十吗 对吧 你再好的学习 你超百分之十吗 那就腾校的 你既然没有的话 你为什么就觉得 我不进腾校就孩子 又怎么能招呢 我就想想 一定要改变这种思维啊 不要被周围的焦虑 走在节奏 就是你首先要了解自己 孩子学习是因为不努力 还是确实学习方法不太合适 因为你学习方法不合适 别的地方一定行 对吧 你举个动手能力 你上课是没法表达的 孩子这种孝顺 谦卑 领导力 照顾他人 有爱心 学习的学校里边一点看不出来 课外活动都可以体现 这就是美国教育的一个优势 你们千千万回来美国 让孩子在美国这边读书 成长 放弃中国的那片故土 不就是希望孩子有更好的教育吗 所以说 千万不要走回老路 又回到国内那种非民教论 没得说啊 一会给大家看个数据啊 层校不代表将来一定会合适 专业反正更重要 然后第二个就知人知事 这我觉得啊 学校基本上就就做这点吧 学校就教你啊 关于世界的认知 人文地理数学科学啊 教你对世界和事物的认知啊 但知人这点我觉得 父母啊 社会 占比更大一点 因为为什么 对人的了解 学校里边不会跟你搞人际关系 这孩子如果是比较内向 那怎么办 那父母如果在后面 不定仅点的话 孩子里边交友不慎 或者交不到朋友 你就没办法了 对吧 我觉得你要分析和孩子反馈 孩子呢 家里边是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的话 不管是调整环境 还是解决心理的障碍 那孩子将来交友不慎的话 在社会上发展很有问题 所以家长要注意这点啊 就知人知事这两个能力 知识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现在互联网在这 你一见能收到所有你想要的知识 而且很多父母的话 无法层都非常高 都是零下的PST 专业知识的话 是秒杀我们这种读硕士的啊 第三个就是战略战术 这个是我们这么多年顾问的经验 还有我们的经历 还有我们团队这种讨论的结果 就是我们在孩子足够了解 肯定他们身上优点之后 还有对这个大学的要求 我们做这两个结合中间 这就是战略战术 就今天我们选校 是战略战术的一部分 然后刚才大家记这三个点啊 你看底下 战略战术呢 来自家庭和社会 对吧 因为学校不会教你 学校怎么生意大学 他不会告诉你 学校怎么找工作 他也不告诉你 他跟一些理论知识不实用 他只会告诉你 学校做的最好的就是知识 对世界的认知 对知识的掌握 对优质资源的掌握 对那个学校行为的判断 这是学校能做的 包括大学在内 左边你看自知之明啊 这很有意思啊 家庭社会学校三方面啊 所谓的社会呢 不是要争取工作 所有我们给孩子推荐的课外活动 都是希望还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有反馈 因为你在家里边 是一个虚拟的虚拟的场景 你父母对你的爱 只有你父母对 在外面任何一个人 不可能对你这么好 不可能像父母对你这么好 当然有些父母 并做的不是很到位啊 我们这边也是实话实说 因为家长比较自我一点啊 我们这边很多那种案例 就是母亲新一回来 美国推读 国内这边就被撬了 对吧 当然哪边都有原因了啊 当你在把家庭放到第二位的时候 那孩子这块爱是缺失的 对吧 那本身的话 家庭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很多家长就觉得 找学校 学校培养不出来 就院学校 找机构 你花了钱之后 特别有些机构院 收很多钱啊 几十万都收 他就找机构 其实我觉得父母 没有你花时间比还最长 这是你的孩子 你最了解 要配合机构 你要足够的反馈 因为孩子和你是最近的 理论上讲 社会的就是合伙 学校的话 当然我们也是一起反馈 功率的话 时间比较充裕 我们安排的比较多 我们的顾问基本上 孩子花时间比较多 就是给他足够的反馈 通过这些反馈认可 还有他的一些反馈 我们来不断的调整 他自己努力的方向 来找个最合适的位置 让他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然后从中找到 找自信 找到自己的定位 因为我们觉得 找方向这个过程 比努力重要的多 千万不要用国内那条理论 就是我要努力 努力获得什么 这是胡扯的 就是说 我看过脱口秀节目 他说 你如果努力做一件事 你就会让你更伤心 因为你会发现 自己天赋不行 那天赋就傻了 其实努力并不一定有效 而是你的特长 结合你的努力 加一个好的策略 能达到你人生中 可能最大的一个效果 家长要记得 这三个点 千万不要是盲目的努力 如果方向选错的话 我觉得势必功半更累 你像如果当年 我学工程的话 他们老大人忽悠我 说学工程 说在硅谷 你拼命就学了 我绝对学不了 我很发散 我写东西属于那种 写不完的 特别多 主意特别多 这种人就不能做 一个具体的项目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家长 自知之明 这个一定是我们接触 很多孩子 就是孩子缺失的 就是因为家长在这况 没有比他足够的反馈 这个考虑类似最重要一点 我们自己内部的学生 做了一个调研 大家们看一下 就这些词大小 代表他们投票的多少 我们学生没有那么多 过去几百个 然后这里边牌子 大家看一下 最多就是brand 大家都喜欢牌子 这个理解 我本科的时候 读过一件经济课 它叫 就是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的应用 周恩翻译 那个老师 他在华盛大学都教授 但是他实际上是 国内北大的背景 他就两边都结合 他就说了一点 我们整个课用微积分 倒了半天 导出一个结果的 就是大学这个牌子 它只是像一个signal一样 它没有实际的作用 他只是说帮大学 帮那个用人单位来筛除 但是很重要 我不得不承认 牌子还是非常重要 如果孩子能力可行的话 而是又从事文科类的专业 牌子非常要紧 你要从政 你要经商 你要做非营利 你要做consulting 就有些固定的工作 这个藤校 包括一些前二次前三次名校 非常有用 但如果你学工程类 还有会计 有些个别专业 这个我没法细说 因为太多了 包括学医 不要去藤校 就算你实力到了 你最好别去 你要做机头 不要到氛围 这很有意思 但是in general 如果学文科的学生 藤校是非常有用的 大家看看牌子 大家仔细看一下 我对包不太熟 大家牌子我基本上都认识 这个和名校很相似 我最近在上一节课 我们教授 就是哈佛上线的助理教授 马上变成正教授了 是一个台湾裔女性 她跟我们上课讲的案例 全是自己写的 我们用了大概七八个case 全是自己写的 我当时摩拜 因为我之前读另外一个上课的硕士 我们都是学哈佛的上学院 所有人都非常的兴奋 后来我上了一半 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老师非常不错 但从他的上课那种引人入胜的方式 包括他的结构性 我没有觉得他比我本科 还有我研究生商业老师强很多 甚至不如我曾经一个ASU 兼职教授的这个讲得好 但是我只是讲那个讲的这个程度 就那个引人入胜的 包括那种启发性 所以家长不用担心 就说他真的是一个牌 大家看这牌子 他再好的皮特指这个家长不止 他就是一牌子 为什么他是身份的象征 比如你要在街上做一个调研 你说要走有钱人 看他们对这个豪舍的体验 那你肯定找人拿包子 这就像一个signal 大学学者也是这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 就这个牌子 他和侦探实际不一样 但是如果您是学文的 家长我再劝一句 如果学文的您家条也不错 能够让孩子造私人这么多钱的话 还是尽量往高一点去 不见得是腾教 前世前三世好一些 牌子作用非常大 因为文科人本来学的就多 你怎么从人海中stead out 一定要有牌子 没办法 这就是一个社会现实 虽然是非常 我们非常反对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是一个现实 理科排外 理科不考虑 家长不要太在乎理科这东西 然后第二个因素 大家考虑完这个牌子因素 就是钱的因素 这个实话实际 在硅谷湾区 我们的家长实际上分不分特别广 我们接触过真正的BNN 已经不好 上市公司 国内上市公司大富豪 在康州住一个大好战 然后呢 也接触过那家长 真的是不容易 在餐厅打工 因为说不了几句 当年从国内辗转到韩国移民 还有那些普通家长 就是真的是不容易 做那些普通的最基本的工作 他们来的时候不是那种技术移民 也不是人才人移民 但他们对孩子 对教育的渴望是一样的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共性特点 他们很有意思 他们很有心 但因为没有受过各种教育 所以他们就着急 然后孩子在美国读教育 他也没法合作沟通 所以隔阂比较大 然后呢 造成了很多那种摩擦 所以说就是 我觉得条件越一般的家长 他对孩子越疼爱 因为他觉得他需要弥补 他需要弥补 可能更腻眼一点 所以我们在合作过程中 很多时候是在帮这个家长 让孩子出去 走出去 去打工 去体验生活 去理解父母的不容易 所以这很有意思 我们家长很多 所以我们家长呢 就是说整个是代表了 整个湾区 整个中传的这个头和边都有 当然特别点呢 我们必定真的碰得上 但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啊 我们也没有说 家长的话有钱 我们都收钱 没有 我们全部都一样价格 这个就是鲁克林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非常看重这一点啊 我们在分析了解 这个孩子足够的这个程度 就他的这个性格偏向 对我们也是会做一些测试 什么性格和职业 非常有关系 因为有些工作属性的决定了 你必须外向或内向 必须仔细 或者必须发散 或者必须有创业 对吧 印太市教 这个非常关键 大家看看 这是美国知名的那些城市里边啊 他的经济总量 这是18年的数据 不特别新 但是找不到再新的了 大家看这城市群啊 如果你你学学IT啊 那没办法 那那就硅谷 大家都知道 这家长不足口 学商的话 我觉得硅谷也不错 但是学校比较少 那纽约很好 对吧 Boss呢也可以 上圈 如果有家长说 哇塞硅谷太贵了 那我B1要让孩子去德州吧 德州也行啊 但你要选区啊 包括北卡三角区 就是现在有些区是非常有希望 他的房价再往上走 然后那个人员的数据越来越高 我觉得疫情上会加剧 这个社会的分割 啊 就是说人会越来越和自己族裔相似 和收入相似的一块住 你看 Coward的Border嘛 对吧 Coward的州那个Border 那个地方非常漂亮啊 也是找很多人 包括Arizona 生活成本非常低 空气质量一流 然后人工成本特别低 而且啊 就是整个让你觉得 整个人是慢下来的 因为咱的家长面太广述 我还是希望家长 就是说啊 真正的思考 从财务方面 从孩子特点方面 从你们的发展方面 啊 综合考虑 一定要考虑location 学校排名可以降 要考虑location 啊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学问 是门头学的啊 这个当地对他的教育 是社会教育非常重要 他要聊聊那个文化什么的 另外呢 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非常关键 这个我们会有 下下周吧 会有单独有个顾问 单独来讲 与专业时间能讲的太多了啊 分离非常广泛啊 Humanity Social Science Natural Science Stam 对吧 还有Engineer Business Arts Nursing 一堆东西 这个没法短时间讲完 OK好的 谢谢Ben的分享 那我这边整理了一些问题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 是家长问是 什么样的学生 应该考虑申请Libro Art College 我觉得首先是钱的问题 大家看着学费 如果学费完全没有问题啊 实际上 一半以上我们家长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加拿大孩子要读PhD 如果小孩子喜欢小班授课 上课比较能发言的 我觉得特别适合 除了工程类的不合适啊 我觉得文科和自然科学 非常适合 读PhD 读法学院 特别好 但前例是你要去 比较不错的文学 那些比较差的啊 没必要花那个钱 没必要 OK好 好 下一个问题 家长问 今年是这个Rising 11年级的学生 是否需要准备 考SAT 或者ACT 谢谢 SAT 11年级吗 对 开学11年级 没事 不急 我觉得练 一定要练 我们所有11年级 包括10年级的 他如果成都够的话 他练 他一直在保持一个状态 在那练 因为这个考试呢 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 如果他没有更好的选择 这个非常好 因为他一定会考 如果这个完全取消的话 疫情不会一直有 这两个公司都是几十亿价值的公司 他们不会让他们轻易倒闭 而且排名的话 这个非常关键 所以说 如果大学一旦实险 会产生很多这种 因为GP的话 每选都不一样 每选都不一样 每选都非常水 你怎么判断 对吧 所以说今年12年级的话 如果真的是疫情发展那么快 考不了 那就算了 没办法 但如果是11年级的话 我觉得不急 一边练 我实际状态就可以 定期练一条题 对 当然还是需要准备的 当然是如果准备好的话 尽早考也是最好的 以防明年再有什么 任何其他的变化 好 还有一点 我补充一句 我们曾经做一个research 孩子SAT的分数 和他的将来MCAT 还有LST 就是Law School 包括GRE 这三个考试是有correlation的 是有正向相关性的 就是说能够 SAT考得不错的孩子 逻辑方面比较强的话 将来研究生这几个考试也可以 因为非常相似 其实词汇量难了一些 它那个逻辑框架是一样的 都是能力测试 下一个问题 家长问这个 Havymart VS UCLA 什么专业好 如果都学计算机的话 我还是去UCLA吧 性价比高多了 你四年花的钱 比Havymart少个 百分之六七十吧 至少 然后你赚的钱 一点不少 家长千万不要被Havymart 有个排名给迷惑了 Havymart这些很有意思 他在那个 PaySkill 美国就是讲收入一个网站 他排第一 他排第一 收入排第一 你知道为什么 这个学校只有工程 你如果把伯克利的工程学 拿出来的话 他收入比Havymart还高 所以家长误以为 Havymart你看毕业平均收入高 那是因为他只有工程 他需要非常小 几百个人 你肯定他就收入高 所以他没有 我觉得他没有现前的优势 他只是有些课可以去 加入理工拿 但我觉得从工程来讲的话 我们接受我UCLA毕业的孩子 他几乎差不多的 自己如果social skill 比较强的话 在大公司混得如鱼得水 没有问题 UCLA短关系具备这个能力 批养一个顶级工程师的能力 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伯克利稍微更强一点 我还是觉得伯克利 这个CS和ECS最强 OK好 家长问他说 如果想学finance investment 文理学院是好的选择吗 非常好的选择 非常好的选择 文理学院前十年里边 有好几个是标榜自己 是华尔街的那个feeder school 因为是这样 投行大家不要以为 多高级的数学 数学都是些移民做的 都是些学进攻的硕士 中国人 还有老印 主要是中国人为主 他们做背后后台 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写paper 包括做一些大量的数据整理 给写文案 文笔要非常好 那个文理学院一个综合能力 包括藤教 他让你写作能力 那边小的文笔都特别强 所以这点文理学院是占优势的 所以他将来靠学法学院的比较强 因为他的整个投行的工作体系 就是做调研 做due diligence 然后写p stack 然后包括一些法务 他很多文字的东西 就是你的东西要写得非常连贯 这是为什么他们需要培养出来的 做PhD Law School 还有那个投行都可以 这个我觉得您问的挺对的 如果将来孩子是比较能social的 不管哪女孩更加优势 文理学院更加优势 如果是那种 系统比较内向做投行 那我觉得 去哪无所谓的老师学数学 将来做金工 OK 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If there is no SAT score because of COVID-19 What competitive edge do Chinese students have 那个家长的意思是这个 就是我们亚裔学生 在美国的Asian students 看reputation 我们有个内部的排名 是讲那个加州湾区的排名前 前30的高中 我们根据每年UC路区比例 如果您所在的高中 因为您的情况 他没法具体分析 您不是男生 学生没法具体看你们学校的数据 当然您看这个图 Standard test在中间在这块 不是很大 GP最关键 Standard test score 只是帮那些学区不是特别好的学生 往上争取的一个优势 如果是你UC的话 Standard test本来就不重要 我们过去1200多进UC薄荷利学CS的有 印度裔的小孩 1300多进的也有 华人的也有 就什么都有 所以SAT在对UC从来就不是重点 从来就不是重点 而且GP非常重要 但如果你身私利 你Satard test score不够 也没问题 因为今年大家都不考 都考不上 这是个很有意思 今年大家都不考 不是你不考 是大家都不考 如果只是加州疫情严重 别的就考了 你不考也没事 因为大家都不考 这个就是一个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如果大家都考 你就比较惨 你成就不好 如果都不考 这项就排除了 你们同校申请人都排除了 除非你们学校里边有很多人 是之前就考过了 我不认为那么早我考 所以家长不用担心 这个是大家都排除了 就打弹球一样 打打比赛说 来把鞋都脱了 大家都脱了嘛 没太大区别嘛 所以不用担心 这个没事 我觉得家长还是盯入那个AC 如果你是身UC 活动里边非常重要 将近能写两千字 如果你是私立 文书小文书非常重要 还有推荐信 然后剩下这些呢 次重要 所以家长不用担心 还是可以 因为大约同期表现不用担心 OK好 下一个问题 请问一般申请多少学校比较好 学校排名分布有什么建议 这个只能 我觉得这个只能因人而异的 这个家庭收入关系很大 因为你只能要读一个 而今年的话变数比较大 我们建议多深 调教允许的话多深 对吧 但也不会特别糟 去年我们基本上是 6到12居多 6到8的频率最高 也有个别家长 真的就深一所两所 也有 调教允许先 他说只能读UC 而且我们看到孩子 情绩的话 我们觉得好 可以UC比较稳 也可以 这种比较非常少 但是也有 我觉得根据家的情况而已 然后还有专业 这个专业比较tricky 有的家长是不同的专业 设计不同学校都可以 我觉得要看你们情况 一个是孩子成绩硬件 有个在看家长的家庭收 就是有的学校 就是因为你最后要读一个 你也不知道能去哪个 虽然我们能够 比较精准的给你定位 但是有些学校你深的话 你要一开始就读不了的话 有没有意义 对 就今年申请的整体比例 还是整体数量比例 比去年会高一些 因为毕竟今年这个疫情 是机遇也是挑战 所以多撒网才能多捕鱼 但是具体的 这个学校排名分布的话 要看学生的情况了 所以如果这位家长 还有就是想具体咨询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 爱丽说一句特别好 今年这个机遇 我也见家长多深 因为今年我们也拿年不准 我们只能给你大概一个区间 因为今年机遇很多 你具有意思 这么多依赖国际学生 学校现在要改变策略了 现在不光是中国学生 所有的国际学生都入不了境 今年新生 那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它是明年转型的 还是继续赌一把 这个中美关系会缓和 还是会大量发学生前任 它怎么办 我觉得明智点学校 肯定会做好下手打算 在国内多扩招一些 因为说实话 那种好的学校 稍微降一点标准 能招一堆人 每年都一堆人申请 所以我觉得今年真是个机遇 但是你觉得机遇多强 咱们也不敢保定 明年不好申 为什么 特别顶级的学校 像哈佛 它比去年 它的defer的人数 增加了三倍吧 有些人今年不读哈佛 因为网课它不去了 它可以defer 那明年的话 这几百个名字就没了 超级难 今年defer的好像340个 所以说家长要注意 特别顶级的学校 它允许defer的 你要小心 你明年生的时候 你要比以前压力更大 因为它明年少了 对的 那今年这个申请 我们现在很多的学生 也是就是整体的申请策略 是成功的关键 你像AP分数没考好 或者SAT没有成绩的 这个需要整体的衡量 这个需要顾问 来给你整体的衡量 你的申请策略 还有选校专业 这样相配合 才能达到这个 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这个需要具体分析 那下一个问题 家长问 这UC Berkeley和UCLA weighted GPA 是从九年级开始算吗 应该家长问的是 这个UC GPA UC呢 它只算10 11 还有之前的暑假 之后的暑假 中间的暑假 所以它这么算的 它不会算九年级 它不算 UC GPA不这么算 它公布的是UC GPA 但它会中方考虑 你整体的学分 会做一个side factors 所以说 您说的这两个问题 基本上看孩子吧 我觉得 尊重一点孩子的 这个weighted GPA 在学校里边要出位拔萃 其实很好看 因为你在学校里边 一个standing 你能知道你将录取的 那个大概的概率 因为活动只是个加分项 但你们基本盘在那摆着 好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How do you determine your rich schools and your match schools 我给大家说一个案例吧 我们有个大表 非常大 Excel非常大 我们有学校的排名 学校工程学院的排名 商学院的排名 前100 然后这个学校录取的中间 这50%的学生的 这个GPA的区间 ACT区间 ACT的区间 然后呢 还有他们学校的 这个国际学生的比例 亚裔的比例 反正就是我组合因素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我们首先是了解加价书 孩子这个成绩 然后我们再看 学校这个孩子 学校的navance 有的学校可能不叫 哪个学校 别的可能有学校没有啊 他会告诉你 过去十年的这个数据 然后排除家庭的因素 因为你不能上一个家 推荐贵的私利嘛 对吧 有家说我就读功力 有家说无所谓 钱不出问题 我就要去好专业 可以 我们先摸清这孩子情况之后呢 我们开始筛选学校 筛选学校非常简单 你要看你孩子 是不是在中途之天上 作为一个亚裔孩子 因为你是亚裔 你压医症学校 你的standard都比较高 一定是往上凑 SAT也是往上凑 SAT今天没有的话 我们先不看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论 然后呢 我们在层次下演之后呢 我们集体讨论 我们每一个学生 school类似的 我们六个公司要集体通过的 就是不是说你签就签 因为有的公司特别激进 你像我的话比较激进 那他们会不过 叫我calm down一点 因为有的是激进的 外结果不好 家长会愿意 对吧 有的公司相对保守 那我就会不愿意 因为家长毕竟来的话 是希望能够充分高一点 就是这个是有人的因素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团队 来弥补这些盲区 来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家长 我觉得都会看 因为现在很多信息 如果你有顾问了 或者是你还在找的话 你可以看很多信息 这些学校都有 不费时间 最麻烦是你对孩子的了解和定义 就他的文书能写多好 或者他已有的活动 到底含金量怎么高 是名字大呢 还是含金量高 我们老的时候是看着 孩子做的活动里边 他能展开的这个东西 有没有吸引人 有没有独特性 这个是很关键的 而且不一样 UC和私立的 左动点真的不一样 好的 那今天就感谢 Ben老师的分享 然后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如果接下来 家长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来电 或者是email 或者是微信 联系我咨询 那我们接下来的讲座 预告也会在 我们的微信家长群里面公布 如果您想要加入 我们的微信家长群 可以扫我的二维码 我来帮您加进去 那现在已经进入到 大学申请的这个紧张阶段了 我们很多学生已经开始 着手文书 选定了题目 开始着手文书了 所以如果家长有这个 大学申请方面的需要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咨询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谢谢Ben 然后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的 谢谢大家的